陳偉業然後何俊仁 陳偉業議員 多謝主席 主席 我今天沒有坐你的委員會 但是關於這個一筆個撥款 我們罵了十幾年 首先都透過機會強力譴責當年的羅志剛和民主黨支持這個一筆個撥款 當年沒有民主黨支持這個一筆個撥款 政府不可能可以落實的 所以是出賣這個前置社工利益 出賣這個社會福利界的市民受眾的利益 因為一筆個撥款其實是等同肥上秀下 即是讓行政人員可以造賊 剝奪這個前線員工的權益 即是自從一筆個撥款通過和實施之後 前線員工特別那些新入職員工的薪酬是大幅下跌的 這個情況是吵完之後才有輕微的改善 但是整體來說仍然是惡劣的 現在因為這些行政人員造賊 你現在就要訂一個最佳的指引去監察這些做賊的行政人員 但是前線員工和受眾仍然是不斷受害的 所以主席 其實我多年來都不跟你談這些什麼指引 我覺得這些指引基本上是浪費時間 你做了幾十年的那個固定 按這個薪酬標準 而訂定那個撥款做了幾十年都是這樣做 你教師都是這樣做 那如果民主黨那麼支持這筆個撥款 為什麼在教育界不落實呢? 只是在社會福利界落實呢? 你真是明欺一些社工而已 主席 我申報我以前做社工的 是不是? 所以現在整個做法就是 如果你政府和民主黨認為 一筆個撥款是這麼有效的 羅志剛這麼強調一筆個撥款是可以幫到改善行政 幫到改善服務質素的 你政府夠膽的 就在這個教育界落實 一模一樣的 你教育 一家學校 同一個社會服務機構 以前就同樣編制的 都是按那個員工的標準 就是那個專業資格 或者某一個職位 而定定那個入息水平 接著按那個入息水平 然後那個連資 來提供這個資助很清楚的 你現在做了一筆個撥款之後 就為社會福利價帶來災難 特別為前線社工帶來災難 不止社工 包括那些民員 支援人員一樣 是帶來災難 主席 我是希望政府痛定思痛 好像才爺昨天這樣說 知錯能改 社會福利界 應該知錯能改 政府 這個社福方面 應該知錯能改 取消一筆個撥款 還回市民的公道 你繼續 用這些最佳準則 去監察這些做賊的行政人員的話 這個我覺得是浪費時間 你有沒有刑事情罰的 他拿了一筆錢 壓榨前線員工 接著自己就肥上修下 自己就豪裝辦事處 自己又去外國做些什麼參觀 接著自己的行政人員又去參加些什麼課程 即是自己就得了利益 前線員工就受害 給一分鐘你答 處長 主席 陳議員說 一筆個撥款的制度 對於服務使用者或業界的災難 我想這個其實在2008 那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檢討 其實都處理了這個問題 當時其實每一方的代表 都做了很多的研究 面試 面試 得出來的結果 其實特別是服務使用者方面 覺得走了整筆個撥款之後 其實業界有很大進步 如果你認為這麼進步 為什麼政府不推行在這個教育界 如果政府這麼支持一筆個撥款是好的 為什麼不敢在教育界落實 給處長回答 為什麼不可以 最終我們在這個業界 其實幾方 服務使用者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幾一環 他們都看到 你不夠膽 你不夠膽做教育界 如果政府這麼堅持是好的 為什麼其他教育界不支持你 其他支持一百個部分 在社福界做的政黨 為什麼不夠膽在教育界提 同一政黨 說反對在教育界落實 廢話連篇 是否葉議員 我想社福來處處長很難回答你的問題 不是 我覺得是欺負社工 社工很欺負 包括這些無恥政黨在內 有否補充 我想我也解釋了這個問題 也其實在獨立檢討 已經處理了這個問題 謝謝主席 然後是何俊仁議員 主席 這一筆個撥款是在二千年實施的 正說陳偉業 口出惡言罵民主黨 打二千年他用民主黨的名字來參選 如果出賣香港 麻煩你那時候不用民主黨參選 要拿我的好處 又要借錢 又要拿好處 拿完好處就走 陳偉業議員 你請他收聲 我講完了 其實有眼看的 他二千年用民主黨的名字來參選 這個是當時民主黨的政策 你不同意得應該退黨 他又不退黨 現在就說我們無恥 好 應該走了 不應該拿我們的錢 我這樣講完了 或者我們回到今天的議程 其實這些人是靠我 其實你看看歷史就知道 我們這些人卑鄙無恥 好了 陳偉業議員 這個時間不是你的 好嗎 我去詐這個民主黨 卑鄙無恥 算了 你拿完 你拿完那些錢 你拿完那些錢 你拿完那些錢走 不要吵了 你沒有借錢 陳偉業議員 陳偉業議員 麻煩你 麻煩你 你的時間到了 陳偉業議員 對 陳偉業議員 你那個時間 沒見過這些人 這麼卑鄙無恥 麻煩你停止發言 主席 主席 以往受業界最大攻擊的地方 就是那些機構很多時候存起很多錢 其實不需要做那麼多水平 就是做那麼多的儲備 來影響那些員工的福利薪酬 以至到影響到很多計劃的使用 即是那些動用的款狼 過高的儲備很多時候被人認為是過分的保守 其實這些都是重要的 即是你前面就是 就說他們要 有些準則就是說善用儲備 但跟著後面就是合適的儲備水平 它可以第二組 這個我覺得 只是說這一段已經有了矛盾了 所以我覺得整體上那個 為什麼你不將它合併一二組 然後就是如果你不行的 就自己去解釋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覺得最簡單的 就是應該是全個 就是應該有個工庭會的 因為那些使用者 服務使用者 以及機構員工 以及機構管理階層 是應該來到表達意見的 是應該來到表達意見的 處長 嘉欣答 主席 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 為什麼會分一二組 這個是當日的獨立檢討委員會 提議可以分兩組 我也是考慮到 希望那個最佳執行指引 可以過到我剛才說的 五方的代表 要去同意一件事 真的不容易 但是同意議員 剛才章言和何議員也提到 這十八項其實都是很重要的業界 我們希望最終大家都做得到 這個我們在獨立檢討委員會 其實大家五方都同意 不過走到今時今日做到多少 我們希望先做下去 第二就是到底是否還有其他人需要諮詢 我也想請大家看看文件的附件一 其實由2010年到現在 我們是做了很多場會議、諮詢會、分享會 真的過了很多百場 其實五方的代表的意見 我們都聽了很多次 都融合在現在的執行指引那裡 謝謝主席